台東縣府園民處舉辦部落新故鄉 台東遠鄉部落風貌維護 既文化地景營造發展計畫 邀請部落主人到獲險的都立部落 及台版部落進行觀摩 其他的團體跟部落的人 來這邊做一個觀摩 來做一個學習 希望能學習到他們怎麼樣去營造這個部落 把這個經驗帶回去部落 來從事部落營造的一個工作 這項計畫從101年開始 辦理到105年 林選示範部落 目的是希望讓部落互相交流 交換部落營造經驗 長期在多立部落設計營造的 文化教育發展協會總幹事西谷 也將自己多年的經驗與來訪的族人 把一些最傳統的東西 最原始的那一種工法 把它呈現在這邊 然後做一個大家都能夠來這邊學習觀摩的 我覺得這樣非常好 而且我覺得獨立部落做的實在是也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學到很多很多像做我們的經驗 因為我們那邊是分三個族群 布農跟布羅民男人 那我們就是會把布農族跟阿美族的能夠全部產生出來 結合的 不同族群之間的文化及環境都營造出各自獨特的部落風貌 如何讓部落的努力被看見 有族人認為這趟參訪行程讓自己有許多的收穫 對未來部落營造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記者下班大盛台東成功採訪報導 笑複子